今天晚上呢 我們要煮的東西非常單純 我就準備了這個 紅菜 紫蘇水餃 跟紫蘇葉 還有油 就這樣 今天要一個水煮 一個用煎的 而且我今天買到盤子了 還有碗 所以我們今天不用用鍋子吃了 把鍋放進去 然後這個紫蘇水餃 它這個是煎餃 打開的時候其實有淡淡的紫蘇的香味喔 然後水餃的話就像這樣子 我們的皮都跟我們的皮不太一樣 而且這個水餃還有附醬耶 煎完以後就可以直接加醬汁 液晶的回憶 失去 不可惜 它好香喔 除了愛情都會有抱提器 所有愛人也可能會分離 在情開始的時候 你要想着 你要什麼樣的愛情 這是我的愛 要給你 要不要 我看見你眼神在逃避 alien 把这个盘子上铺满的植树 待会可以放煎好的植树水饺 就是真的是确确实实的是植树口味的 平常有没有烫 然后水饺的话就是煎 就是煎饺 这青菜看起来一点点就有丢进去煮 感觉也蛮多的耶 等一下青菜啊烫好以后 我打算淋一些橄榄油 我今天有买橄榄油 然后有那个酱油跟柚子胡椒 打算拌一拌这样吃 然后这个饺子要很好看 现在我开的比较小 当然又加了一份牛油 感觉就是油要够才会这样咖哩咖哩的 才会这样脆脆的 看到吗 有的煎饺子有点满 可是煎饺子又很好吃 你知道吗 日本这个饺子皮这么饱 这煎起来脆脆的 真的很好吃耶 但是油要够 淋个橄榄油 淋个橄榄油 已经淋滑橄榄油了 看起来油油滑滑的 然后再把酱油淋进去 这样子咗也比较干燥 好好 然后呢 一小 因为我这没有加嘛 那应该会有够香吧 再一点这个蒜头 炒熟 攪拌一攪拌 差不多炒熟 把我的餃子搅拌 炒起來很脆脆的 再慢慢炒好了 慢慢炒熟 比第一次煎得更脆 第一次煎得嫩口害害打 這個煎得乾 感覺是寒 然後每一念都煎脆脆 ~~ 各位 紫蘇水餃完成了 那個熱熱的水餃啊 放上去的時候 紫蘇 發出超香的植樹葉的味道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你看這個煎得脆脆的 我覺得我好成功喔 果然油要加夠 看看我今天的水餃餐 好豐盛喔 還有一大盤青菜 這大概是我在日本吃到最大盤的青菜 他的水餃餐好美味喔 你看這個水餃 煎得這麼脆 再一點醬 好香喔 裡面的豬肉吃起來 它有點紫蘇香甜的口味 它的紫蘇還有加甜的耶 還是這樣的問題 吃起來裡面的豬肉餡是有點甜甜 然後紫蘇香香的這樣 外面好像餅乾 一樣脆 裡面那個餡 沒有豬肉的油膩 完全很清爽 那我們搭配一個紫蘇葉吃看看 日本水餃跟我們台灣的水餃 真的是不一樣 但是吃久了還是會想念台灣的水餃 你們四個人的水餃 是要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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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到渤車 是要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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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剩很多都賣到五折了 趕快把它買回來 吃這個對女生很好 補血 我剛好需要 沒想到在沒有薑的情況下 安紅柴燙一燙 拌那個橄欖油跟醬油 就很好吃了 而且日本在超市賣的紅菜都蠻嫩的 而且蠻乾淨的 吃飯好幸福 好脆喔 這個紅菜太好吃了 一下子就先把菜吃光 我真的很久沒吃青菜 我覺得 這邊青菜都只有一點點 都只能吃到一點點 可以一次吃一定要很過癮 好不好 好脆 要吃 太少吃了 這次現在剩兩顆 你知道他們這種煎的餃子啊 是皮 有沒有看到 像餛飩皮一樣 吃起來是脆脆的 那個也是 他們的皮 就是咬起來會很脆 這樣很脆喔 像餅乾一樣喔 吃起來 好吃 今天晚上吃到飽 好 好 不要跑 這晚上吃到飽 超脆的 超脆的 再把最後一顆紫蘇餃子吃掉吧 好飽喔 很好吃耶 可是我都一個人 只能耍自閉喔 很好吃喔 它這個醬汁是 都能吃出來 它這個醬汁也是成醋 就是那種甘吉醋一樣 酸酸甜甜的 所以沾這種煎餃的話 嗯 開胃 清爽 很好 讚 可以說什麼 好飽喔 好飽喔